好 各位同學晚安 又見面了 那現在感覺好一點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昨天太冷了 就 煮了一個 雪花酒釀湯圓 煮了兩顆 加了一點酒釀 兩三瓢而已 沒想到 藥效非常強烈 感覺是保暖了 可是呢 可能太久沒喝酒 睡到中午12點多 快一點起床 頭還好重 沒想到雪花酒量 酒精濃度那麼高 害我很難過了一天 真的是不要喝酒 事實上我今年過年沒有喝酒 也很久一段時間沒有喝酒了 有時候 夏天熱的時候我會買一點台啤 稍微看電視喝一喝 消暑一下 你多喝個一罐兩罐 那冬天的話當然不能喝啤酒 冬天我以前多半是到加樂福 找 比較好一點又便宜的 紅酒 大概價位在300塊錢上下 貴了我就買不起了 這樣子 低於300塊的 法國 我都買法國的紅酒 加樂福會進一些比較中低價位的 這種平易近人的 法國的紅酒 低於300塊的我都沒見過 低於300塊的那個可能喝起來跟喝醋一樣 所以我以前還會買一點300多一點的 還好喝的 前幾個月 發現新大陸 就是有一點盈餘了 因為我每個月記帳 如果我有多餘一點盈餘我會買一瓶 300塊的紅酒 犒賞自己 結果我居然找到290幾塊的 而且喝起來不錯 但是一個月可能只有買一瓶 因為你一個月記帳 帥盈餘的時候 如果這個月 我能夠比上個月有 少花到錢 平均每一天的話 那我可以買一瓶紅酒 犒賞自己冬天的時候 結果我好像一個月沒有犒賞自己 沒有喝酒 今年過年我完全沒碰酒 昨天太冷了 想說有一罐 雪花酒釀 來煮一下湯圓 結果我一喝居然 中午起床頭都還在痛 所以 晚上喝酒啊 如果同學有這種 這種經驗 晚上喝酒白天不要開車 因為你可能會認為 酒已經退了 事實上我一直到剛剛才稍微舒服一點 現在都幾點了 現在都晚上10點半了 所以我下午在錄這個小單元的時候 可能正在 宿醉狀態都不一定 都不一定我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總之頭有點痛 所以這個雪花酒釀湯圓是蠻厲害的 兩顆湯圓加兩條根 那種大的條根 兩條根的雪花酒釀 而且有調 有兌湯喔 湯圓的湯不是直接拿來吃 怎麼會頭那麼痛 好真是怪 但是有達到保暖效果啦 然後我 剛剛洗了個熱水澡 喝一點水 讓流汗代謝 讓他代謝 就是泡熱水澡 然後呢 喝很多很多補充很多很多的溫水 讓他流汗 排泄 或是呢 排尿 讓他排掉 現在稍微舒服一點了 白天的時候頭還蠻痛的 太久沒喝酒 酒釀居然變成 喝酒釀 頭會痛啊 那這是我在宿醉狀態下 錄的今天下午 看我的表情就知道 還在宿醉狀態 被酒釀湯圓兩顆 宿醉 的情況下錄的 我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本身大家心裡愉快 所以我們可以體驗古人 詩聖李白在寫 將近酒的時候那種 今天地 氣鬼神的那種 創意 跟 豪語 原來是他喝酒 喝完之後 進入 幻想狀態 寫出來的 君不見 黃河之水 天上來 這種 詩句 滔滔 我後面忘記了 什麼 不復悔 這樣子 君不見 高堂 明鏡 悲白髮 遭如親絲 木成血 你只要背前面這兩段就知道他已經是在嚴重 宿醉狀態 呵呵呵 那我看錄的這個 下午的 有一個小單元檢查問題 好像是印象中好像是 馬勒克 錄的 問的 我在宿醉狀態錄的 應該有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什麼奔流不復回 這樣子 這種 磅礡氣勢 我都已經忘了我在錄什麼 太好玩了 六個小時之前同一個 我的小單元 潛談發音的大勢信念快樂 感謝 兩個小時之前 EAEA同學講大勢最老宗的宿集最為了解 當然了解老宗就是那幾套 那幾套玩法 可能也是宿醉 宿醉學英文 以後可以 以後可以出一本書 宿醉英文法 學到最後就會跟馬勒克一樣 這樣子 這位同學講搞不好他自己 馬勒克都念錯這個名字太多人念錯 不是只有這個名字 我們很多自己取的名字都自己在亂念 都是用港式 大部分的是港式的方式在念 這樣子 那這個我不不要刻意去講 因為我們自己習慣這樣念 他反而會認為說啊不必這樣吧 我們這個 大家都習慣了 老宗的毛病是說 我們大家都這樣嘛 不要那麼在意嘛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處女座啊 你有強迫症啊 大家喜歡這樣子 英雄苟且 這是 老宗的習慣 所以我了解老宗有這種習慣 才知道他的宿集就是啊隨便吧 他批評別人批評的 很用力但忘記自己 精良 其實跟 初學者差不多啊 可能要靠大外宣 變大師 真正的大師是馬勒克 這是老宗的現象啊所以不會進步 的原因在這邊 而且越假的東西大家越信 因為 比較接近大家的感覺 跟 那種傳統以來的 那種想法 真的他反而不願意面對 太真了 水太輕則無餘吧 你這樣搞下去大家都混不下去了 我們大家把會的人 去譴責他說他不對就好了 那 總有一天見真章啦萬一這種習慣 弄到國防裡面那還得了沒有一個地方能看 呵呵 光靠老邱出來馬格果是有個屁用啊 老共 難道看不出你只會這一招嗎 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徹頭徹尾的改啦 我為什麼一直在講我們今天待會要講的 The leadership secret 我們學學看美軍 不要老是去說什麼帝國主義 老美怎麼樣去抨擊 這個也就是英雄苟且 看到人家對著去罵別人 我們要回到葉問 要回到霍元甲 要回到黃 黃飛鴻 發揚古法 喔這種 傳統武術才行 所以會不會有第二次八國聯軍 我不知道 我們還好碰到老共 我們碰到如果不是老共 連菲律賓都打不夠啊 老共也是唬爛 話唬爛 好 我們來看 The leadership secret Colomb Powell 我們講到 這個章節的結論 的一個 摘要的地方 Summary 我們今天因為有下午已經我在 將近久 的情況下 喔已經錄了 錄了一個 已經可以算是 我不知道我在自己在講什麼的 君不見黃河之水 天上來的這個 切割待月 所以我今天就剪短一點 好就把Summary講的大概將近一夜的篇幅 我們今天就大功告成 這樣子 頭好不容易不痛啊 哈哈哈哈 今天那個頭還有點重重的 這樣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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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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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的哲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对弹性跟想象力 想象力不外乎就是变化 想法要多元多变 弹性是说要保有一个弹性空间 Color Power对这个两个要项 这两个关键的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管理当中的一个特性 非常非常的注重 就是要保有弹性 永远要有新的想法 叫想象力 就是想象力是能够跳脱框架的 那想象力不代表胡思乱想 也不代表天马行空突发奇想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时常碰到有突发奇想 他把它定义成想象力 长官有一天睡觉起来 技工又托梦 他又胡思乱想 想了一个新点子 排版定案就这样做 那个叫做思绝失调 那个比较想象力哦 我们部队很多长官是这样的 思绝失调 或是你讲附身也可以这样子 那当然我前几天看报纸看到技工逢势官他好像大年出山还是出事用餐的时候 不晓得是不是吃太急了还是吃太丰富了心脏可能有一点点问题所以送急诊到三种 那我身为他的老长他身为我的老长官我以前是他部署了我在联合所以我不是空军的但我在联合受训的时候跟我在准备要外派华府的整个考试面试培训差点被他退训加留校查看这整个过程我跟他应该算包含他指派我很多 呃当随户啊翻译的这些任务 算我跟他有过长官部署的关系啦 所以我在这边也祝他早日康复真的很虔诚啊我没有在开玩笑啊我已经九醒了 我现在思考很清楚 比下午比起来清楚很多啊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啦这种东西不能开玩笑啊这样子 因为状况总是在变化当中 所以领导人必须要始终保持一个准备因应外在环境改变 外在状况改变而因应随之改变甚至要抢先改变的这种能力 一定要保有这种随时改变 不是突然措手不及去被迫改变是随时保有准备改变的这种 应变的心理 如果状况需要你去改变的时候你就必须毫不迟疑毫不犹豫的做改变也不是乱改 因为你已经有心中赋案了 你知道 跟打篮球一样敌人的教练下了什么暗号要用什么样的战术战法 来打这档球派了谁上来要准备第几号战术 因为你已经研究过了所以你很快就能够下指令 让你的这个球队用什么样的战术来应应他 这个叫有做好准备的跟你自己随便乱改乱改一通不一样 The new war on terrorism is only the latest example 反恐战争或是你讲反恐作战 美国的新的反恐战争反恐作战 就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只不过是最近的例子 发生在最近的例子 以后可能还有新的例子 类似的状况未来会看到 It demands a new mindset New message of operation And perhaps even new definition of victory None of this is possible without flexibility and imagina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embrace change 那这样的一个你要随时保有一个随机应变 而且不是乱变是胸有成竹 有所定见的因应外在环境的改变来做变化的 这种能力是高度要求要有新的想法的 不能有就有的苛救 不能去搞黄飞鸿或原甲 越问 不能跟我们专修班国瑜学长一样 大家看手机这些 每天看手机滑手机 打手游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要了解云林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讲 他受专访的时候 云林 西罗七侃 每天吃完晚饭 大家全部出去练舞 这个就非常棒 他现在正在推广这个 本来是或出去人进来 现在推广西罗七侃 这个有可能突发奇想 这个不在我讨论范围 这样子 所以 这种随时能够 应变 而且是从容应变 甚至从容的超前部署的这种能力 是要有新的想法 不是回到以前大刀队 刀枪不入神功护体 刀枪不入那个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1900年那个年代 甚至再往前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 那个年代不是这样子 不是往回走回头路 要有新的战术作战的方式 那个operation也可以当运作 但是在战争当中 operation当作作战 这样子 所以我以前当作战官 我就可以跟五角大厦的美军讲 我当过Operations Officer 这样子 那很多人以为我是搞情报出身的 其实不是 我是搞作战出身的 但是我是两栖运行 我军事情报也跨野战 军事作战也跨野战情报 我是两边跨 毕竟情报跟作战 两者息息相关的 那如果只是搞作战 土把炼钢 没有情报的概念 作战一定打败仗 老邱就是这种 作战一定会打败仗的那种脸 带赛的脸 所以要有新的作战的方法 and perhaps even new definitions of victory 对成功的定义 也要有新的定义 不能按照以往的定义 以上讲的这一些 如果没有弹性 如果没有想象力 通通不可能 都是纸上谈兵 通通不会发生 所以要有这些新想法 突破科就 突破框架的想法 要对作战有新的方法 要对胜利 打胜仗 重新的定义 都需要弹性 跟想象力 那很不幸我们发现 台面上我们这些陆军的 死老陆的这些将领 既无弹性 也没有想象力 脑袋刮不了装什么 好这样子 除此之外还要有 愿意去 接受改变 的一种心态 你要愿意接受改变 改是往前改 不是往后改 我们越改越回去 改到他以前熟悉的 当排长的时候那一套 熟悉好杯杯那一套 好杯杯那一套 如果有用 我们不会打败到台湾来了 说实话 Let me insert A final word of caution Flexibility Imagination And change Can sometimes be exhausting And scary 但是让容我 在多讲最后一个情语 警告提醒大家 我提醒大家 这个讲很轻松了 要有弹性 这个喊口号 我们老中最喜欢 喊口号 键盘高手很厉害 叫他自己出来做都不会 所以这个作者讲说 容我讲最后一句 提醒大家的话 我们这边 敲锣打鼓 一直在讲的弹性 想象力跟改变 有时候是非常的 会让你感到筋疲力竭 而且心生恐惧的 他不是像我们坐在电脑房 冷气房打电脑 写几个字 要有Flexibility 要Imagination 要Change 就结束了 结案了 真正做起来 没有几个人 可以受得了 这样子 他是既会让你 筋疲力竭 而且会让你 内心感到惶恐不安 的这样的一个 感觉 你在真正执行 去做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感觉 他不是 大家空谈 便当领一领 就回去了 就打肾脏 不是这样 我们喜欢玩这一套 这一套 As humans we seek to minimize uncertainty risk and injury when we band together in organizations we carry these priorities forward but sometimes these priorities become so extreme that leaders become drawn to the tantalizing promise of the quick fix 身为人类 我们都是人 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也不是神 大家都是人 人都有七情六欲 人都吃五股杂粮 所以我们不是万能 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不是超人 只要是身为人类 我们都会寻求 尽量让不确定 不确定性跟风险 跟受伤 伤往降到最低 这样子 因为那个不是 打手游不会死 打手游有风险了 打输了 重新按一次 重新再打一局就好了 这个不是手游 这样子 当我们在一个组织里面 聚集在一起 同心协力 在完成任务 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 前面想讲到的这些 想象力 弹性 改变 等等 的这个排序排出来 而且要想办法让这个排序 优先顺序 轻重缓急的排序 能够 成功 尽量能够排到最好的 按照状况 排到最好的 这种 轻重缓急的顺序当中 让任务能够达成 有利于任务达成 但有时候呢 这些排序 我们刚刚讲的 弹性 我们讲的 想象力 我们想的变化 这一些 达成 几乎是不可能 你要花很大的力气 它变成一个 极端值了 它变成极端值 很极端的时候 领导人 有可能会在 几乎 达不到的情况下 会走偏锋 因为他觉得 付出的成本太大 他觉得超过他能力了 他会寻求一个 比较快的 临时解决的方式 叫走偏锋 他会 倾向于去 做出一个 看得到 吃不到的 一个承诺 假大空的意思 然后呢 很快的把 眼前的问题 暂时先解决 事实上 没有解决 那个叫做 治标不治本 先去做表面功夫 后面再讲 会这个样子 我们军方都是这样子 就如同那些在 就算即便不在军方 你回到私人企业来看 私人的企业 那个叫 private sector 叫 私部门 私部门里面的人呢 他们已经 受够了 他们已经承受太多太多 主席 企业的老板 最大的 大咖叫 Chairman 总裁 主席 等等 他突然又有个新点子了 不要受到什么样的启发 他突然感觉到有一个 新的program 很棒 他也不评估 评个人喜好就开始推了 私人企业 比较不具备 公家机关这种 他有一些 繁文入节的 所谓的 规定 去约制他 私人企业比较自由一点 最容易碰到 企业主 最大的 他想到哪里 就玩到哪里 他有个新点子 大家就要配合他玩 私人企业这种状况最多 那私人企业只要待得久 一定会历经这一些 老板的点子 无厘头的 换来换去 一下往东 一下往西 一下西到一半 再回到东来 一下往前 再叫你停止 再后退 类似这种 军方很多了 我们军方连私人企业都不如 乱搞一通 就如同 前面讲的这种状况 管理通常会流于 一种 最新的流行文化 现在流行什么 一窝风锥 跟普世弹塔效应一样 这个不流行了 老板可能又想到一个 最新流行的点子 我们再去追那个 到处搞跟无头苍蝇一样 飞来飞去 追求的结果当中 所有东西都是空的 只能提出一些 华而不实的一些承诺 说我们一定能怎么样 打了一口好仗 然后呢 为改变而迅速改变 然后呢 去要求 无痛 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的胜利 天底下拿那么好 这样子 我们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前面已经讲过了 你即便是反恐战争 要有新形态的 作战方式 你都必须要有想象力 必须要有 弹性空间 这些都是要 付出很大惨痛的代价 才达得到的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只上盘兵 他当然不可能会有 无痛 胜利嘛 不必付出代价 于于快快就胜利了 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所以私人企业这样的状况 这样的情况 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大家也习惯了 There are no quick or easy fixes If they were We would not need leaders 那Colin Paul讲 绝对不会有 快速简单的解决方案 你不要想有这么好的事情 想都不要想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领导人了 因为如果随时都可以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绝 找到很快 很简便的解决方案的话 要领导人干嘛 这样子 When others sat down observe power There are no secrets to success It is the result of preparation hard work and learning from failure 所有都讲完都做完 该说也说了 该讲也讲了 该做也做了 Paul最后讲 结论 讲了那么多 说了那么多 做了那么多 最后不要忘记我的结论 成功没有秘诀 他是 充分的准备 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去 去付出 然后呢 从失败中 学习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看别人好像很轻松 你不要忘了 他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他非常投入 努力 不懈的去工作 去投入在那个里面 而且他从不断的失败当中学习 才有办法成功 不是一看别人运气好就成功了 这样子 好后面有POWER PRINCIPLES 我们下一个单元再来讲 我就润口念一下 头不痛了 蛮舒服的 千万不要 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 千万不要喝超过两瓢的雪花酒量 天气冷 加一瓢就好 两瓢量太多了 药效太强 好 我就念一下 Summary One of the keys to Powell's philosophy is his emphasis on flexibility in imagination Since conditions are always shifting the leader must always be ready to shift Also when conditions warranted the new war on terrorism is only the latest example It demands a new mindset new methods of operation and perhaps even new definitions of victory None of this is possible without flexibility and imagination and a willingness to embrace change Yet let me insert a final word of caution Flexibility Flexibility Imagination and change can sometimes be exhausting and scary As humans we seek to minimize uncertainty risk and injury When we band together in organizations we carry these priorities forward But sometimes these priorities become so extreme that leaders become drawn to the tantalizing promise of the quick fix as those in the private sector to success It is a result of preparation hard work and learning from failure I have to look at the time I have to look at the time I have to look at the time I have to look at the first that we have to look at Louisiana Louisiana Mississippi River out海口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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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 In the淡水 there was a a very very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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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丰富的天然资源 动物植物 水生的 植物类的 景观 都很漂亮 但是呢 自从1930年发现石油之后 有石油探勘公司发现之后 整个一切都被改变了 被破坏殆境 为什么 你挖到油了 你要不断的探勘 这个油园的附近还有没有储藏 就会一直挖 挖完之后 你要怎样把挖上来的油 油井挖上来的油 能够运输到 附近的提炼 野炼的厂 它必须要有水道 去运 就被挖得乱七八糟 自然生态就被破坏掉 这样子 那我们先来看看 描写景物的这一段 在墨西哥湾 因为密斯斯碧河流出去的地方 是墨西哥湾 我们来看看 Jack Welch 不是Jack Welch John Gwisham 他在描写景物这个部分 其实也蛮 比下功夫也蛮不错的 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十九章 我就随便念个一页 他们进入了一个 瘦和龙子和大海的水平 带出了一个水平的水平 带出了一个水平的水平 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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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to change course yet again the large wetlands were built by the deltas it was an epic struggle of give and take with the forces of nature firmly in control with the constant replenishment from the mighty river the deltas not only held their own against the gulf but expanded the marshlands were a marvel of natural evolution using the rich sediment as food they grew into a green paradise of cypress and oak and dense parches of pickerel wheat and bull rush and cattails the water was filled with crawfish shrimp oysters red snapper flounder palm panel bream crabs and alligators the coastal plant was a sanctuary for wildlife hundreds of species of migratory birds came to roost the wetlands were vast and luminous rich and abundant then oil was discovered there in 1930 and the rape was off the oil companies dredged 10 000 miles of canals to get to the reaches they crisscrossed the fragile delta with a slashing array of neat little ditches they sliced the marshes to ribbons they drilled found oil then dredged like maniacs to get to it their canals were perfect conduits for the gulf and its salt water which ate away at the marshes since oil was found tens of thousands of acres of wetlands have been devoured by the ocean 60 square miles of louisiana vanishes every year every 40 minutes another acre disappears under water oh 这个協錦写得非常棒 从 1200年来的沖刷 淡水的出海口密斯斯碧河跟墨西湾河的海水沖刷形成的三角洲有很多天然的植物 水裡面的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跟水生動物 魚類 蝦類等等 一直到1930年代 發現石油了 石油公司為了要能夠 方便探勘挖掘運輸石油原油 就開始大肆的破壞 原生的這些自然景觀的 這些動植物的期許地 造成了對土地的一個強害 那是從1930年開始 好 寫得不錯 好 37分鐘 結束前 同學有 英文的這些線紗課程的需求 都可以盡速跟我聯絡 不管你的年齡層到哪裡 我講過我們是以人文素養的方式 不要去考慮考試的分數 中國人脫離不了考試 所以同學講說 EAA同學講說 我最瞭解中國人 老中的這種套路 老中的這種 他的死穴 沒有錯 就是喜歡考高分 宿籍 就是喜歡用考高分來證明自己英文很棒 所以喜歡用名校來 荒袍加深 喜歡用我是 又是歌大又是耶魯又是哈佛等等 但是實力就不重要 因為我們認為 你有名校的光環就厲害了 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脫離這種老中宿籍 就必須從人文素養 不要跟我扯你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不要跟我扯你是什麼學位 因為我講過我的學生當中 九成以上的學歷都比我高 他們為什麼還要來學 就是因為他覺得 我沒有什麼學歷 沒有什麼顯赫學歷 但是因為我懂一些他們不懂的東西 他可以覺得可以從我身上學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回歸到人文素養 這樣子 好 那有這種需求的歡迎同學留言 我們來安排你的課程 持續推出十本書的套裝批發出資課程 十本書 2000塊 書你要捐給磁彈機構 做正能量的運用都可以 那2000塊 現在有十個小時的出資課程 可以你自行台信安排運用 等你了解到我的課程適合你 還是不適合你的時候 你再來做最後的決定 要不要排課 都可以 感謝同學晚安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明天禮拜一會回到Jack Walsh的Winning 好 那就不多講 感謝同學 我們明天再見